那时,我们都只见他冷如冰霜,疏弱清风,却没人发现他那颗温柔无比的心。 收敛了心神,魏无羡大步走过去,直接落坐在了狼王鸡身后的那个书案,然后就听到江城大声地叫他魏无羡,你干嘛呢,坐这边啊。 他转过去说,不了,江城,这里离蒋安静些,我可是想洗心革面,好好听蒋了。 你可快别瞎说了,就你,还好好听蒋,你别把懒老头气地撅过去,我也就谢天谢地了不得不说江城实在是十分了解自己的这个兄弟,因为这种事从前的确是发生过,而且不止一次。 这回我是真的想好好读书,努力上进啊。 懒望鸡正端正专注地听着自家叔父讲着冗长的家规,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片,修得一下从他身后飞了过来,落在了他敞开着的雅正级书页上。 他瞥了一眼,没有去拿。 须于,又一个一模一样的纸片,在懒起人转身的瞬间飞来,在稳稳地落下。 懒望鸡恍若未见,身后那人却毫不气馁,不一会儿,五六张纸片已经零零散散地占据了书页。 懒望鸡仍窥然不动。 他不动,有人却动了。 古话说得好,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失邪。 在魏无羡准备扔第七片纸片时,懒起人忽然转身,正正好歹到举着手攥着个什么东西,做事要制的魏无羡。 魏英懒起人竖起眉头,将手中卷轴重重地拍在暗堵上。 你手中的是何物? 魏无羡有些窘,他飞快地把纸片把自己暗兜里一扔。 没有何物啊,先生,您定是看差了。 你还敢狡辩? 你桌兜里是何物? 拿来我看,蓝起人走近说。 魏无羡见搪塞不过去,只能粘茄子试得到好吧。 先生,只是请您看了千万不要生气。 你拿来再说蓝起人的凉撇,山羊胡子一抖。 魏无羡一边磨磨蹭蹭地从桌子里掏出那张纸片, 而后恭恭敬敬地递到蓝起人手中, 一边心里暗想,怎么这么被孕, 刚好是这张被蓝老头给截了, 这下他可得火冒三丈了。 蓝起人将它慢慢展开, 只见上面写着, 忘机兄,这么枯燥无聊的东西, 你是怎么听得这么认真的呀? 蓝起人面色难看, 原本就不和蔼的脸上蒸腾着一股黑气, 他瞪着魏无羡,斥责道。 蓝世家训为蓝世中人安身立命之根本, 繁若云深不知处者必得遵守蓝世家规, 刻在石壁上,没有人看, 所以我才这样不厌其烦地一条一条地去讲, 既然有人觉得这样枯燥乏味, 看来是不需要我讲了, 那好,不如我直接来问, 若能回答得上, 说明老夫倒真是多此一举了。 文言,魏无羡倒不见紧张神色, 一边的江城却有些坐不住了, 他听蓝起人要考魏无羡蓝世家训, 面色胶着, 他们刚刚来也没有多久, 魏无羡又每天心不在焉的, 他哪能知道那三千之多的家训呢? 这头,蓝起人已经开口, 魏英我问你, 蓝世家训第34条是什么? 魏无羡在其他弟子的注视中, 缓缓开口不端无故审笑。 蓝起人有些意外, 接着问第20条。 魏无羡转了转眼珠, 看了一眼前方那个清雅的背影, 带着笑达云深不知处禁止饮酒。 接着蓝起人又问了两三条, 魏无羡都对答如流, 在问一条时, 难度已经很大了, 魏无羡觉得一直答对似乎也不大正常, 便好似考虑了一下, 低下头眼神扫过蓝望机摆动的发丝, 好似又感到了昨夜落在他眼帘上的痒溢, 而后看起来有些犹豫的低声慢慢说, 禁止过分亲密的身体接触。 他的尾音拉得有些长, 听起来有点柔软, 似亲密的耳语。 蓝望机放在书岸上的手指蜷缩了一下, 错蓝起人扬声, 但是神色不在那般怒不可遏, 缓和了许多, 反而还好像有一点有个台阶下的庆幸。 达得倒还尚渴, 看来你还有几分聪明, 只是光仗着脑子灵光, 就插颗打混, 最终也难成大气。 是, 先生说的是, 魏英受教了魏无羡看着规矩, 关顺极了, 蓝起人心下满意词子是顽皮跳脱了些, 但倒也不至于朽目不可雕。 魏无羡也心下坦然这下, 蓝湛他叔父应该总不至于像过去那样那么厌恶我了吧, 自家叔父嘛, 早哄完哄反正都是要哄的。 月上柳树梢, 蓝望机坐在静视的书岸前, 岸上摆放着一本雅正吉, 就那样哭作了一会后, 蓝望机翻开书页, 慢慢地将其中夹着的纸片一个一个地取出, 展开。 蓝二公子, 望机兄, 望机, 我错了, 我不该和你打架的。 无聊, 蓝望机心道, 不过望机兄你的身手是真好, 剑法使得那叫一个行云流水, 还不适合你不分胜负, 也不该在你面前喝酒, 你也没喝到, 不过听说天子孝是真的很好喝呀, 我来豆来姑酥了, 不喝一下子多可惜呀。